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伟是一名报社记者 他十分看不惯警察的这种行为 于是利用自己的职业上的便利 把获得的真实消息全部都发行了出去 结果这一下捅了马不摸 警方高层对报社极为不满 他认为这是媒体工作者在向警方公然进行挑战 报社的老板们非常惶恐 立刻命令主编赶紧把阿伟开除 阿伟不明白 香港不是法治社会吗 为什么自己真实的报道会被封杀呢 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反而会受到法律和政府的保护呢 当然 阿伟不明白的事情太多 他的灾难才刚刚开始 他回到家里就发现 很多警察正在家中大肆搜查 而他的母亲和弟弟被推推桑桑 只能看着家里被翻得一团糟 阿伟进门后就开始辩解 可是警察却拿出了搜查令 他们黑黑的唤笑道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你要是没犯事的话怕什么呀 正说着 有一个警察在屋里喊道 搜到了 整整一大包毒品 原来尽者也贩毒啊 你应该先曝光自己才对吧 阿伟高声叫嚷道 你们陷害我 我从来没见过毒品 你们气生猪肉 这时 警司探长张耀祖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得意的说道 小子 你还报道吗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对阿伟耳语道 我就是要生气 你能怎么样 我还没玩够呢 听说 你的女朋友可是个大美人啊 你进去好 她一定会很寂寞的 你放心 我会好心的照顾她的 阿伟在丝毫声中被带进了警局 当晚 阿伟的女友蔡小姐来到耀祖的住宅前去求情 可耀祖却提出了那个难以言表的条件 蔡小姐无奈 只好满足了她的授予 耀祖看在蔡小姐的份上 没有赶尽杀绝 并没在警局弄死阿伟 而是按照流程把她送上了法庭 经审判后 送进监狱服刑三年 监狱中帮派淋漓 几个帮派大佬掌管着整个监狱的内部秩序 阿伟还算幸运 这个监狱的大佬们对她并没有特别敌意 尽管如此 阿伟也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挫折 每天晚上 她都要扛着老大去小便 脑大的尿水有一小部分撒到了她脸上 阿伟的眼泪流了出来 和尿水一起躺到了井下 另外一个大佬也不停地对她进行侵犯 一次又一次侵犯 让阿伟屈辱无比 在这里 人类已没有了尊严 这里只有欺压 只认强弱 这就是监狱规则 适者生存 阿伟终于低下了那颗高贵的头颅 为了活命 她只能适应 女友前来探监并带来了一个恶号 阿伟的母亲受不了儿子入狱的打击 已经死掉了 弟弟也因此而辍学 这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就这样被毁了一切 阿伟渐渐地适应了监狱的生活 他知道 在这里 帮派大哥掌管内部秩序 可真正的老大 是狱警主管 那个一副凶相的主管外号没人信 是个弟弟道道的恶人 囚犯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人 有一天 没人信在犯人们面前表演空手道 他把几个冬瓜打得稀烂 囚犯们敢怒不敢言 阿伟却站了出来说道 长官练武没人反对 可是长官不应该打坏犯人的食物 这些烂冬瓜让我们怎么吃呢 周围安静了 犯人们全都看到没人信的脸色变了又变了 他们知道 这次阿伟马上倒霉了 阿伟被狱警们灌了一杯头发奶茶后 送了回来 同事的囚犯们就发现 阿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着 他用手不断地抓着自己的肚子 好像肚内有什么东西在生吞他的内脏一样 老大们见怪不怪地说道 一肚子头发粘在胃里 再不吃点棉花 估计挺不到明天 一直帮助阿伟的达叔为言后 急忙扯破了一个枕头 把棉花塞进他的嘴里 折腾了一个晚上 阿伟终于获酒了 在此之后 阿伟开始慢慢感悟监狱的生活 有一次 太平绅士前来慰稳 阿伟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为所有育友们争取到了穿内裤的权利 这个举动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大佬们渐渐和他成为了朋友 不再侮辱他了 历经了一个寒暑冬下 阿伟见证了各种监狱黑幕 其中包括外号三条腿的大高个儿 被没人性公棒丝绸串下了山牙 他知道 在这里要加倍小心 生命并不像在外面那么值钱 蔡小姐不断遭受到张耀祖的骚扰 面对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没人敢管 蔡小姐所能依靠的武器 只有那张美丽的脸蛋 他开始频频向另外一名探长示好 并成功尚未成为那名探长的情妇 在床上 探长答应了他 会绊掉张耀祖替他出气 可一转身 探长和张耀祖就在一个酒桌上喝少 他把蔡小姐那点事合盘向耀祖托出 两名探长相视一笑 并连杆了几倍 耀祖很畅快 在香港区区一名歌厅小姐 想跟一名探长道 那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明天 他就准备把蔡小姐生气进去 他要一手遮体 想和他叫板的人全得死 耀祖点了一名十多岁的少女 进入宾馆的房间 正当二人云雨之际 房门突然被人踹开 十多名记者高举摄像机正在拍照 刚刚和他一起喝酒的那名探长 带着手下 把他按到床边 小声说道 被生气的滋味 怎么样啊 张大探长 经判决 张耀祖因强奸幼女被判入狱 所服刑的 正是阿伟所在的监狱 当他们二人在狱中相识的那一刻 耀祖向阿伟竖起了大拇指 阿伟知道 生死抉择的时刻到来了 张耀祖知道自己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 全都是因为蔡小姐的陷害 而蔡小姐又是在替阿伟出气 揪根结底全在阿伟身上 于是吃饭的时候 他偷偷拿走了一把羹尺 回到牢房就开始磨了起来 只用了一个晚上 羹尺的一端就磨出了锋利的尖刺 第二天列队的时候 耀祖突然冲到阿伟身后 手持凶器用力刺举 大叔眼看危险 挺身挡在了阿伟面前 随着凶器被拔出体外 大叔满身失血倒在了地上 阿伟转身就跑 耀祖随后追来 两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在一个荡量级上 阿伟知道 被他追上自己必死为了 耀祖发狂般的追逐着 多名狱警全都被他击挡 两个人脚前脚后来到了厨房 阿伟无路可走 拼死和耀祖进行了搏斗 就在他即将不敌之时 狱中大哥们领着兄弟冲了进来 四个大哥抓紧耀祖 把他拖到舟筒旁边 一大锅舟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几个人把耀祖高高举起 抛了进去 厨房内就听到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 随即 耀祖的身体不动了 一点一点的沉入到锅底 成为了一锅肉羹 阿伟惊魂未定 就听B哥说道 监狱中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 出手了 就别再想后果 你习惯就好了 阿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我很抱歉给育友们惹来这么大个麻烦 因为大家整整一个月没敢吃中 他的书很畅销 因为人们最爱看真实的事件 而现实的生活中却充满了谎言 当然 这些都是阿伟出狱后所发生的事情 就在他出狱当天 蔡小姐独自一人前来接他 两个身心疲惫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残缺本无过错 怕就怕社会的体制残缺 人类将在那里迷失方向 无法找到自我 全片完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我是喜欢说电影的宣讲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会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和人生感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